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一早上的9点48分 加权指数目前涨18点 今天一开盘之后 开个小高蹲下来又拉回来 其实指数波动不大 预估量1380亿 我们可以看到在礼拜五的行情里面 欧美股市是大涨的 而且幅度还不小 道琼大涨220点 0.8% 大涨而且继续创历史新高 哇 美国股市真的强得不得了 NASDAQ也是一样大涨0.8% 整个美国股市都相当的强 欧洲也很强 你看 德国大涨115点 1.1% 法国也大涨1个百分点 这个涨势都相当的凌厉 你看连三红 连续三根100多点的棒子 法国也是 德国也是连三根 那英国是已经直接创历史新高了 所以整个欧美股市都相当的强势 那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日本是休息 其他亚洲国家开盘之后 其实波动都不强 因为这波涨幅其实也不小了 所以市场保守不追价的一个气氛 其实是蛮浓厚的 虽然欧美股市持续在加速 可是亚洲股市这个地方 有点在踩刹车 可是卖押并没有出来 只是追价的动能 没有来的那么的强烈而已 那台北股市也是一样 因为台北股市一直都是比较被动的 所以别人强 我们大家就会强 那如果别人保守 我们也会很容易跟着保守 你看目前创新高已经来10902了 创新高了 已经创这个波段新高了 上个礼拜外资是大力的加码 总共买了快400亿 外资这七个交易日里面 有没有1234567 七个交易日买了快400亿 所以当时铃铭叫你们 跌100点的时候叫你们赶快下去买 会快速回升对不对 对啦 对不对 你们也都见证到了 外资买了快400亿 然后在上礼拜五 外资的买超过程当中 当然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银行股 重点在大型的全资股 外资用大型全资股 把指数快速的拉升 让他台子息进多单部位 5万多口进多单 能够快速的获利 所以你要看懂外资他们的一个做法 外资上礼拜五买超里面 银行股占很大的比重 尤达也不少 尤达也买了7900多张 尤达的ADR 美国国牌ADR 已经几乎来回补这个跳空缺口了 ADR已经跑到这里来了 所以有的要特别注意 美国的ADR已经率先先跑上来了 好那 礼拜五外资买超其实已经连去两三天 外资重点都在买银行股 重点都在买银行股 所以利用银行股来拉抬指数的气势 这是很明确的一个动作 然后银行股的部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银行股是有小涨 可是本来银行股就很大小 并不是说太好小 所以银行股目前普遍在1%以下 但有电高指数的作用是存在的 那重点还是在选股 你看现在指数才18点 波动其实不大 那个股的表现就不一样了 我们来看上个礼拜五 国际金属的部分 银是小跌了0.9% 铝是跌了2% 铁是跌0.9%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今天金属行情的部分 钢铁股有的涨有的跌 这里面不锈钢的部分 不锈钢的大成钢还是继续涨 不锈钢还是比较强 我们可以看到 从大成钢到圣鱼、张园、新光钢 包含加大、允墙 这个都是不锈钢的部分 不锈钢还是比较强的 那同的部分 8358金居今天大涨了 上礼拜五17000张的成交量 已经比礼拜四增加4倍 今天才一个小时不到 已经超越上个礼拜了 然后目前大涨了6% 已经来到45年 我当时就跟大家讲过 43块铁股一定会冲出去 43亿过关就会冲出去关 已经在开始加速了 上礼拜五三大法人买超 也有2100张 所以同价上涨 其实已经要开始回归反应 回到近居身上了 这个完全如我的预估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买 你不要小看这样子 这一上来已经 已经多少 已经快30%了 一线30%了 一线30%了 我都已经事先跟大家预告过了 那今天被动元件 因为铝跌2% 被动元件 因为之前涨幅太大了 所以今天被动元件 稍微相对是 是比较弱一点 那被动元件 比较弱 5317 是不是比较弱 2375 很明显 被动元件目前 在休息当中 上礼拜我跟大家提醒过 被动元件 涨幅太大了 这里会有一点修正 不要再去追高 8042金山店 这是相对比较稳的 因为本预比较低 可是这两根大量之后 供不出去的时候 这里要震荡 以低阶为主 以低阶为主 不要去追高 以低阶为主 这是被动元件的部分 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个股的表现部分 我们看2376G加 G加今天也是继续涨 可是G加这个已经 外资在上礼拜五 买操的动作 已经是停下来了 上礼拜五 外资已经是不再买了 那如果说 以这个图形来看的话 你看这是原本 51块仅限 对不对 跌回来到42 9块钱 所以9块钱破51块钱 加9块钱上去 大概就在60的地方 所以G加60 我们今天通知 有持股的60上面 全部获利出钱 股票会购 你会购 不要什么都舍不得 那舍不得 那最后手中股票只有 越来越多而已 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目的只会的赚钱嘛 所以买进之后 停损停利目标 一定要有 当目标加到 该退退没关系 再转到下支股票去就好了 就好像我们6278台表科 你看我们台表科 2627买上来 我是跟大家讲 我们在36块钱的地方 我们在36块钱的地方 先跑了一趟 现在是不是下来了 36回到33 是不是10%去了 是不是省掉10%了 那外资都没有走 外资的台表科都没有走 所以台表科有蹲下来 从下面再低接就好了嘛 不要舍不得卖嘛 该买一块 你看5534的长虹 上礼拜外资 还是继续加码500多张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这支是大黑嘛 这支是大黑嘛 你看从72块钱 现在已经到85块钱了 75到80里 他竟然20%了 已经快20%了 今天又一档个股转强了 4552的历程 历达 历达也是一档 业绩相当好的公司 每年都一个股本在赚 每年都一个股本在获利 那股价已经沉积 相当久一段时间了 都没有上档 那今天成交量 开始慢慢升温了 有没有机会供出去 不妨大家可以多做留意 那2603 长龙 长龙礼拜五大涨之后 因为外资是调节的 上礼拜五是 土洋对决啦 本土的资金买进 尤其在资金商的部分 外资是小五幅调节的 所以今天是下跌 跌的当然也不多啦 跌的当然也不多 长龙押回都是买 至于哪里是最好的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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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操作跟着连天脚步 咱们到底哪里做 我们这档个股大家都知道 从16块2帐做上来 买已经几%了 还有十几%了 那今天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是在 电子股尤其是平盖股的部分 大力光今天好弱啊 外资把目标调到3600 那为什么 因为大力光12月份的营收 衰退幅度是比较大的 所以被调向目标 所以大力光成为 排名上最弱的一个股票 那反而像2313的鸿海 华通 一样是平盖股 发布出来数据就不同的结果 华通的比较强 包含3673 TPK也比较强 那TPK12月的营收创新高 年成长30% 所以是不是很好买点 上礼拜我们的强盘初级 就是TPK啊 通知会员88以下都可以接 这接了之后收盘87.2 今天直接开出高盘来 TPK这个价格太便宜了 目前股价还低档区 这个都是好的机会点 所以重点是在选股的部分 重点是在选股的部分 等一下我两档 今天有两档强棒初期的股票 提供给大家短线2到3天 操作的参考 大盘目前涨了78点 你过年剩不到一个半月了哦 一天一天的过去 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之后 剩下一个月又一个礼拜 剩下一个月又一个礼拜 剩下一个星期 你如果要拚红包的 咬起来快了哦 我们一档一档 都一直在获利当中 你如果一直吃吃 不敢投入的话 那是很可惜的哦 那你如果还有那个心 想要拼红包的 让一天帮你 平均一天才一个便当钱而已 不要影响失大 那等一下两档强棒初期的股票 提供给大家 操作上来使用 好今天强棒初期两支股票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一样这两支股票 也属于比较中大型的股票 星光金跟中千 因为外资在大买的时候 以全资股为主 以中大型股为主 那配合着外资的买卖超 今天第一档星光金 第二档中千 那为什么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两支股票 2888的 这个讯息我大概在8点15分左右 就已经通知了 那外资上个礼拜五 买超第二名就是星光金 外资上礼拜五 买超第二名就是星光金 16,697张 16,697张 这股价已经很明显过新高了 那这档 我为什么推荐这档客 因为外资买的银行股还蛮多的 我为什么特别去推荐星光金 因为星光金 近年的获利大幅的改善 光是前三季就已经1块2了 那全你看 前三季就1块2 几乎是这几年来的最好 那第四季还没算哦 尤其每股净值高达13.3 每股净值13.3 目前股价才10块8而已 还有将近两成的空间 所以外资再一直加码 是很清楚的 我们可以看到在 礼拜五的成交量 是3万5千张 现在已经3万7千张了 所以这一档票你收到讯号之后 随便买应该都有赚钱 那有没有机会供出去 机会很大的哦 因为它只要过了前一波的高点 前一波高点就在10.8 所以10.8过关它就会冲了 另外一档个股 1718的中签 中签上礼拜五外资买超 也是2787张 那每股净值高达18.2元 哇 净值这么高 那价格只有10块钱而已 那这也是一档有机会 噴出去的股票 今天这两档个股 提供给大家短线操作参考 都是外资在上礼拜大买的股票 尤其股价离净值很多 我相信目前这里 很多人在操作上 会考虑安全性 安全为出发点是对的 所以提供这两档 既安全又有机会攻击 外资加码的个股 来让大家两到三天操作 那赚了钱之后 其实这个只是让大家 建立信心用的啦 真的要贪大钱 也是要50% 50%楼坛 这样累积活力才会比较快 那红包50活动 我们全力再抢50%的红包 我有这个企图 你有没有这个心 你也有 我们当时来打招 我会全力帮你 我们的负专线 02 2392 3988 02 2392 3988 这个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 按个赞 下午节目会准备更多的内容 提供给大家 我们下午见